乡村少年初上梦想的考场 上的好的人太多了 他几乎错过看板 快快快 马上11点了 你赶紧看看你 圆梦北京 他放脱艺术殿堂 系列节目梦想开始的地方 即将为您讲述一个乡村男孩的舞台梦 2011年12月 我们来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一所艺术培训学校 这里有一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 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八岁的孩子 此刻 他们正在备战2012年艺术类院校招生考试 他叫王培军 21岁 来自山西文水农村 专攻民族唱法 今年他将报考七八所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专业 王培军希望自己能考上音乐表演专业 但他却有着一个心结 和王培军不同 来自城市的曾维邦喜欢通俗歌曲 他立志要成为一名专业的通俗歌手 然而曾维邦却面临着一个最大的烦恼 而这个烦恼来自于他的母亲 两个怀揣音乐梦想的男孩 在这人生的第一道起跑线上 最终能否实现自己的梦想 2012年1月17号 这一天是王培军的表兄结婚的日子 父母一早并起来做准备 母亲想让他穿上新买的衣服去参加婚礼 好 来 还没进去 没得打 在口边是什么 听到不行 这十度 扶你 出这场 汗了吗 汗再来 这样 这个裤子挺特别的 我张门要穿这个 为什么 年年都穿那种很正确的 穿一次潮流的 这个潮在哪儿啊 这些衣服是你什么时候的 干嘛用的衣服 过年还要考试的衣服 这些衣服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的真高鞋垫 给我们看看还没见过 穿上它整好 穿上它能怎么样 能整高高多少 这样 你考试的时候也会有工厂工 会 这样平衡就不会嫌我给你来了 这身衣服是王佩君在网上购买的 是他为参加2012年艺术考试准备的衣服 也是他过年的新衣 怎么样 还行 还行 这衣服下来多少钱啊 这件衣服几十块 还多 两百多 一身下来两百多块钱 鞋子多少钱 鞋子六十 也行 这衣服 没有 摘得着 没有 摘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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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新衣对王佩军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 试了半天 他还是舍不得穿换上了旧衣服 而此时站在一旁的父亲 却不声不响地 换上了已经穿过多年的新衣 过年穿毛的时候穿一下 不专门 说是不害怕 是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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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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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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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婚礼上出来 正赶上航程村赶集 一路上 王佩君的父亲很是开心 儿子在婚礼上的表现 让他很满意 全家人买了两盏灯笼 希望来年春天 王佩君能挂个好彩头 梦想开始的地方 一个乡村男孩蛋 这是一群之有十七八岁的孩子 为了心中的梦想 踏上一条竞争严酷的一口之路 无论最终梦想能否照进现实 这里都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2012年2月 刚刚过完龙年元宵佳节 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类考生 便汇聚在北京 参加各个艺术院校的招生考试 因为是第二次参加考试 王佩君早早地来到了北京 住在之前学习的培训学校 这次他要参加西安音乐学院 和中国音乐学院的两场考试 此前他在太原考过几场 感觉还不错 这让他增加了不少信心 有信心吗 有 你觉得你能考上吗 能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比别人多一分自信 2月16号 西安音乐学院开考 考点设在中央音乐学院内 一大早天萌萌亮时 我们就赶到了考试现场 而此时许多家长 已经带着孩子 开始了紧张的考试准备 随着天色渐亮 校园内的考生和家长 越聚越多 而在这众多的考生中 参加声乐考试的考生 尤为与众不同 9点 考生们开始陆续地进入考场待考 而王佩君已提前进入了考场 今天 他要考的是西安音乐学院的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专业 我们则在校园内等待 下午4点多 王佩君走出了考场 考完了 有什么感觉 有书包断了 没事 断了一个 考的有什么感觉 还行吧 就很正常 考的 他让我唱的那个 大别山 没事 没事 反正我 我唱的了 反正是尽力了 不知道人家会怎么样 唱的好多人太多了 真的 高手 特别 你听了 嗯 就里面唱 外面可以听到吗 可以啊 那你觉得自己还有心心吗 有 没事 反正我也不 反正就看考上哪一个上次的了 下面的考生 我看都好像打扮得很 是不是 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失落的一点 为什么 我已经跟我妈打扮得很 我都不敢 就是看人都是常那样 穿成什么样 女的都是婚纱 男的都是燕尾服 还有西装 全是这样 看你这样衣服 没有 你考完了给你妈妈打电话了吗 打一个电话给他 见不了博士就多了 显然 志诚考试 他考得有些心灰意冷 好几次我们发现 王佩军悄悄躲开我们 给家里打电话 富士的名单 将在第二天早晨八点公布 我们想跟王佩军约好 一起来看榜 但他不知可否 这时我们开始担心 他会不会就此放弃 会不会连中国音乐学院的考试 也放弃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考场的时候 却意外地碰到了 也来参加西安音乐学院考试的 曾维邦母子俩 虽然有些疲惫 但能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通俗唱法的三室 依然让母子俩异常欣喜 解放军艺术学院 是曾维邦孟妹以求的理想 现在他终于站在了梦想的边缘 而母亲公飞 原来想让儿子考美生的想法 现在也因为儿子的成功转变了 我现在觉得这个孩子选择是正确的 真的 我真的发现了 我昨天跟他说了 我说 我现在发现我以后不该让你是任何的 我说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正确的 包括他选歌 他考穿音的时候选歌 我让他选的就不太好 他这个选的歌 这次一步一步过来 多数感觉都不错 就包括那个 唱的那个第二试的时候 唱的那首歌 包括出来的考试 都是他的那个 那个技巧啊 那个和气息啊 等那个音纪出来都非常好 祝贺你啊 谢谢 非常高兴 谢谢 好嘞好嘞好嘞 再见 再先来哈 好嘞 拜拜 拜拜 今天是西安音乐学院公布副试名单的日子 一大早我们便赶到了音乐学院 早晨八点 副试名单出来了 考生们也都陆陆续续的来看吧 但在看榜的人群中 我们却迟迟找不到王佩军的影子 打电话也没人接 看来我们的担心果真应验了 十点五十分 距离办理副试手续结束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也准备关机离开 就在这时 一个红色的身影 跃然入目 快快快快 快快快 马上十一点 你赶紧看看你 我给大家打电话 好 电话 沁仁 曼 tive 911 4190132 4219 4219 0011 那啥字 他給我那張卡 0019 913219 7 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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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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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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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5 - 带完了? - 带完了, 特别快就要印一个站就行了 - 是吧? - 好,1200呢, 气负我了 - 我还以为80块钱呢, 结果1200 - 高兴吗? - 高兴吗? - 我有点意外, 说实话 - 为什么? -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过不了 - 为什么过不了? 觉得自己那么不知心 - 你不是觉得自己歌唱得还行吗? - 不是, 对 - 对, 你跟我讨算的跟阿姨说 - 就是昨天考试的时候 - 人家第一就是所有的人 - 就是男生嘛, 个子都比我高 - 然后个子方面, 我第一就没有优势 - 第二个就是人家服装 - 都是穿的样子 - 然后我就是很普通, 就过年一天 - 第三个就是人家睡了有好多年了 - 然后我今年8月份才来给你去 - 结果感觉和人家就差了很多 - 然后我昨天干起, 弹是那样 - 我没想到我就能够 - 没事, 那你就好好努力 - 你今天要唱哪个歌? - 成功耗子 - 成功耗子, 那谁给你伴奏 - 你现在来不及了吧, 志老师能给你伴奏吗? - 他那时候说现场给伴奏 - 你就用他的伴奏就行了? - 行 - 就你考试生里 - 对, 对 - 梦想开始的地方, 一个新村男孩的 - 富士的结果要到四月份才能出来 - 王佩军完成了西安音乐学院的考试后 - 继续参加了中国音乐学院的考试 - 上一次的有惊无险促使王佩军调整了心态 - 所以, 当他站在这所国内音乐界最高学府之一的校园内时 - 他显出了更为积极与平和的态度 - 反正我尽力考 - 反正就是很平常的心情 - 过了就过了, 过不了我们马上回家学文化 - 就这样, 反正这个学校, 反正高伴不是啥 - 都是精英 - 这次考试, 王佩军报考的是声歌系 - 九点, 他与其他考生一起进入考场代表 - 场外只剩下桥手以看的家长了 - 一个多小时后, 王佩军考试完毕 - 还行吧, 这套很, 不错, 套会得很好 -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考试中看到王佩军兴奋的表情 - 因为他在这里感受到了音乐造诣的高深与神圣 - 二月二十四号, 这一天是王佩军看榜的日子 - 他背着满满荡荡的书包来到中国音乐学院 - 肯定没过 - 他说他已经做好了落榜的准备 - 打算看完榜, 就上火车站买票回家 - 这个杨杨呢,是杨杨啊 - 没有,有啊 - 老板, 你看明白了 - 看明白了 - 还行, 肯定有成功就有失败嘛 - 就我其他学校考的还行 - 就是地方那些学校考的还行 - 这个全中国最大的那什么 - 全国招, 全国才招三十个人 - 就也挺那什么的, 也挺欣慰的 - 因为可以上地方的音乐学院也不错 - 中国音乐学院是王佩军心中的音乐殿堂 - 他来过, 即使落榜也无怨无悔 - 离开时, 他说他多想站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厅的舞台上 - 为自己唱一首歌 - 我们帮他完成了这个心愿 - 是我的那个拍摄主任 - 你好, 你好, 你好 - 大志姚, 你好 - 理好 - 他就点心愿 - 照你来,再看一眼 - 好, 看一眼 - 照我一下,照我一下 - 照我一下,照我一下 - 照我一下 - 照我一下 在那大花盛开的地方 有我可爱的故乡 靠树倒影在明镜的水面 桃花也红了不良的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小学习舞蹈 却突然退学 改考表演 我当时很小 我就是这样的小的 而当明镜 她家境贫寒 却有个规律的明镜梦 依靠路上 挫折不断 最后了 只能和国际明镜了 系列节目梦想开始的地方 为您讲述一段为梦想坚守的求学历史